不忘初心,回归本心,不忘初心,帮得始终,那狼心的说,人生若只如初见,在这个时代,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,我们已经走得太远,已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,因为忘记了初心,我们走得十分茫然,多了许多彩理油盐的奔波,少了许多的仰望星空的浪漫,因为忘记了初心,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来,要到哪里去。 初心就是我们做事做人的原始动力,原始心愿,一个人的初心就是存在他内心的东西,有些人把初心挂在嘴上,有些人把初心挂在墙上,有些人把初心放在心里,有些人把初心放在每一天的做事里,初心给了我们一种积极进取的状态,创造的秘密就在于拥有出学者的心态,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,永远充满好奇。 求知愈可赞叹,因为如此,愿意出走半生,归来人是少年。 一,现在很多长辈感叹,无论在市场,在工牌,做毛料,做成品,于缅甸,于广东,于云南都是80后甚至90后在了。 我问他们,你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?上一代的前辈吸了苦茶,吸口烟,无奈地摇摇头,网络中心太大了,我们不懂不会啊。 二,我有一个好哥们,年纪也就30左右,和很多做翡翠的大老板一样,人字驮,建护馆,小背心,鞋个摩托车在路上,会有人家来下来问,师傅去卖达多少钱呢? 前段时间刚搞了快几样的料子,姐姐怕她整整后面签了两个零卖掉了,近几日她一批长口料子到了,打电话叫我一起去研究学习探讨,吃过午饭到了工厂,我们一人一张小板凳,一个手电筒,一脸盆水作纳,就是兴致薄薄白头看料,一个下午,也不是什么冰种玻璃,也不是什么阳绿满色,几十块料子平均起来, 一块也就几万而已,晚饭时间几个前辈文士,顺路过来看料,扫了一眼,问我们这种料子,要看这么久啊,你们拿回来做什么?你们这是花着几百万的时间,看这些几万的东西,我这哥们也不说什么,笑笑回答,拿回来学习学习就当标本,这有什么好做学习的啊?这种几十年前我都看得多了,切出来也就这样子,没搞头没搞头, 大概简单这么对话几句,几分前辈,也就走了,我们对这些石头,又是一个晚上,过几日,哥们打电话来,立立吧,告诉你个好消息,麻烦料子,我们那天研究要加刀的两块切出来了,快来看看,听这话语气,我就知道我们没看走眼,料子笑货必然不错, 一看,色带变幻,种在面上看起来一团糟,越往下越划开,这个料子皮上表现很不明显,面上一刀切得不再好的位置情况并不理想,我们研究了很久,补了这一刀。 三,最近朋友圈疯狂传的很多视频,不过于旁边配音,哇哇哇,摸摸摸摸,抱了抱了,有时候,给前辈们玩笑之间,看这些无聊的视频,得到的都是,这是别人的财运,和我们无关,我们没那个命,也没那个运,是吗? 不是吧,回到最开始说的,他们认为现在网络中心太大,所以他们慢慢退休了,在家种种花喝喝茶,我经常就被最问题,和许多前辈来往,虚心学习探讨,经验这方面无论再怎么样,他们都走过的路,远比我们掌控很多,见过的千千万万料子,我们也只接触到其中冰山一角,可是其实谈到合作, 我便极少于他们有生意合作,前面简单举例说的,我哥们屡次接迎的料子,前辈们也都看过并不看好,是他们不会看吗?我想不是的,他们已经没有那颗百分百的心来对待了,也认为自己历经了那么多,你们小孩子瞎研究,那么一下午,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了,他也已经没有那份耐心来看,他们觉得不过几万而已的东西, 再也没有对这份事业的好奇心和童心了,我一直觉得要做好一件事,有一颗愿意去冲剧兵的心是第一位的,一个自认为过分成熟的人,那么他的另外一个面就是保守 他卖不出的那一部,年轻人卖出去了,无论是跌了又或者是上坡,这都是走向终点的必经之路,如果你停止不前,你就是在退步,自,愿意出走半生,归来人是少年,感激我们自己现在拥有这颗,对一切都愿意认真研究的童心, 也希望诸多年后,我看到几年前今天我写的这段字的时候,还未丢失这股埋头走向前的镜,不是你不懂你跟不上了啊,是你不想动了 北翠自古以来,便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他的典养艺人,使配带着进行韵味,东方人沉稳那脸的美,展现无疑,很多人都知道人养育三年,育养人一生,却容易顾虐了对北翠的保养,等到北翠变得暗淡无光时,才来无恶案叹息,那么北翠应该怎么保养才是最好的呢? 定时清洗,北翠保养涉及到许多方面,其中最基本的保养,就是定期对北翠进行清洗,清洗北翠的方法有两种,一是在家执行清洗,二是送往真夜的北翠店铺进行清洗,首先,如果是选择在家进行清洗,在清洗之前,把北翠放在清水中浸泡30分钟左右,接着,用小软刷刷洗北翠的表面, 将北翠表面的污积清洗干净,在这个过程中,一定不能太用力,以免压迫北翠,使其产生裂纹,然后再用干净的软布擦干即可,归类放置,北翠要与钻石,红蓝宝石分开摆放,因为浴室的硬度最高,但是受碰撞后很容易裂,有时虽然肉眼看不出裂,其实浴表层内的分子结构已受破坏,又按裂纹, 这就大大损害其完美度和经济价值,切勿靠近热源,不要长时间靠近热源,北翠经过烤浊会使其内部分子体积增大,使浴质产生变态,造成北翠失去温暖的水分,使其种子变干,而其颜色也会变浅,避免灰尘,油污,日常浴气若有灰尘或油污的话, 以用软毛刷牙刷清洁,若有乌冬或油污等负于绿面,因野心水冲净,经常配戴,不要将北翠首饰,长期放在首饰和这个冷宫中,时间久了北翠首饰也会湿水变干,最好要经常配戴,有的人买完北翠都压了箱底,小心翼翼舍不得戴,就怕北翠受到一点点损害, 这样做的话就失去了人欲护养的机会,长期放在首饰盒里,会造成水分流失,最后就会变得干涩,配外界最好用清洁,柔软的白布模式,不宜用染色布,纤维之印的布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